And now, this is the moment Corey Sandhagen在上週末UFC Fight Night Nashville的主賽 全程25分鐘內統治了Rob Vaughn,舞回合後判定獲勝 And主賽從第二回合開始,觀眾就虛身士氣 主要是因為殺人嘗試用摔角來贏的比賽 最後雖然比賽贏了,但是整場比賽沒有插出什麼火花 最新消息是Corey Sandhagen在他的IG上透露將進行手術 修復他在主賽中所遭受的三頭肌撕裂傷 明年才能回歸 殺人這個受傷發生在第一回合 因為手不疼痛他只好改變了比賽計畫 以摔角技巧控制對手,而不是拿手的戰力案 這個嚴重的傷勢在當時還未被揭露 觀眾無從得知殺人是帶傷在戰 可憐的殺人也沒能逃過被噓的命運 因比賽沒張力,UFC總裁Dana White在第四回合被觀眾發現偷偷起身離開比賽 隨後這個消息也被證實 除了老闆不開心 除了極的頂尖競爭者們也沒有對這場比賽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UFC292如果營地打贏有可能會升到意思嗎? 在UFC292如果營地打贏有可能會升到意思嗎? 留下空缺腰帶 留下空缺腰帶 到時候誰會來爭奪腰帶真是人人有機會,個個沒把握 而St Hagen已經不幸的殷傷從爭冠名單中除名了 那麼你各位請猜猜看誰會是影帝之後的下個儲量級冠軍呢? 少洲Coleman Event 旅凡小櫻Tatiana Juarez 在第二回合開始沒多久就成功拿到斷頭台把位 降服了前冠軍Jesika Andrade 賽歐記者會上呂小櫻已經鎖定了目標 我認為我對所有人相配合 我認為我會成為世界冠軍 我認為我會成為世界最好的 我會選擇那些招牌 所以任何他們都要給我 我會讓它發生 但我相信我都要爭取決賽 這場勝利幫她開啟了挑戰冠軍大門 現在放在她眼前的有炒量級跟除量級的挑戰機會 目前這兩個量級的下一場冠軍賽 都已經排定了 或許跟顏小楠打一場淘汰賽也不錯 就看Tatiana怎麼選哦 Jack Bo在打贏Nate Diaz之後 跟嘴炮Connor再往上吵了起來 起因是Connor嘲笑周末的全賽市場爛比賽 至於Jack Bo的下一步可能是跟Nate Diaz的MMA首秀 至於Jack Bo的下一步可能是跟Nate Diaz的MMA首秀 這兩位應該可以比Nate Diaz打得更好 那麼你各位比較希望看到更強的MMA選手跟Jack Bo站上拳擊場 還是看到Jack Bo進入鐵龍打MMA呢 UFC 293越來越近了 但全民們還在等待UFC揭曉Israel Adesanya的挑戰者 最新報導指出 Sean Spriglin目前離挑戰權只差了一張簽證 只要搞定簽證問題很快就會關懸 由Sean Spriglin最新發布的影片也看到 他正在努力減肥 也大概率證實了他就是挑戰者 這場比賽將在五個禮拜後進行 黑龍和Spriglin都已經開始訓練 並且在比賽當晚一定會展現極佳的狀態 鑽石大士丁巴瑞爾在輸掉BNF的比賽後 經過一個星期的沉澱 他昨天在社交平台上宣布要升到次中量級 接著在墨西哥獨立日失去舞伴的 游牧民族Shavkat立馬回應 願意成為鑽石賽170棒的首戰對手 這個對戰組合對Burier來說好像是個不錯的選擇 如果他能打贏游牧民族 就能快速接近挑戰冠軍的機會 另外跟鑽石交戰很久的Kobe Covington 也因鑽石身重 讓兩人的恩怨對決有機會發生囉 說到Shavkat的潜在對手 還要再加上大嘴Kevin Holland 在接受Shimon的採訪時 大嘴表示願意接受短期約戰 代替傷退的Gustlem 在墨西哥獨立日跟游牧民族打 Chavak Chavak How do we say his name? Shavkat-Rakmanhoff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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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de's a beast Dude's a undefeated another undefeated guy So it's like I'll gladly step up and take that last second fight as well I just need my normal pay and a taco truck That's all I need Kevin Holland上週才說 今年只想輕鬆賺錢打打弱者 但對上游牧民族這場 似乎不是個輕鬆的活 還有人在關注這場MMA史上最大戰爭嗎? 已經有點涼調的科技巨頭之戰 昨天有了新的發展 伊隆馬斯克週日PO文宣布 兩人對戰將在X上進行直播 所有收益將捐給退伍軍人慈善機構 不久後馬克祖克伯主動提供了日期 表示他已準備好迎接這場對決 但馬斯克閃避了這個提議 說自己正在努力準備 甚至在辦公室舉重 隨後又稱可能需要先進行頸部或背部手術才能打 本週會確定檢查結果 對比經驗豐富的祖大師 馬斯克參加過的格鬥比賽唯一證明 是他賽出的這張有點模糊的照片 對手看起來像是個相撲選手 馬斯克說自己成功將對手摔倒 卻因此被痛了8年 最後接受了手術才好 你各位認為這場世紀對決真的會發生嗎? 就連東八星都勇敢出場了 還有什麼不可能的呢? 對吧? 再見 再見 再見